有些女人只要觉得身边的男人对她很好 她就会觉得那个男人很喜欢她 其实她并不知道有的男人只是想玩玩她而已 在你面前说一些花言巧语 这样才能够使你觉得她很喜欢你 但你真的是错了 你们两个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吧 在外人看来你们两个很幸福 其实内幕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 最近看了一篇这样的剧目 其中男主人公是很有钱 而女主人公是非常贫穷 她每天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 就是想让自己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但是不管她怎么努力 她都觉得一点成果都没有 于是她选择进了一家集团公司去上班 她心想这么大的公司工资待遇应该很好 于是她通过了面试 来到这家公司上班 每天工作都非常的认真 当她有一天碰到了他们这个集团的董事长 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应该会有所改变 因为他们集团董事长长得非常的帅气 很有钱 她心想一个大老板肯定会喜欢上自己 于是她每天再去上班 都会精心打扮自己 目的就是想让董事长能够注意到她 她总是会设计一些套路接近董事长 尤其在乘坐电梯的时候 她和董事长都在同一辆电梯上 为了引起她的注意站在了她的前面 虽然起初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但因为她长时间的不懈努力 终于有一天董事长注意到了她 在一次下班的午后 董事长把她带到了宾馆 他们两个人发生了性关系 从这一刻她就觉得自己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她觉得自己公主梦终于实现了 于是她每天想方设法的去讨好董事长 因为只有在董事长的身上 才能够得到她想要的一切 她喜欢钱 而且董事长每天和她在一起 会给她买很多的名牌包包 她每天居住在一个高大上的五星级酒店 每天坐董事长的车来上班 很多同事都很羡慕她 但她却不知道董事长这么大的人物 身边肯定不缺少很多女性朋友 董事长其实有一个女朋友 她的女朋友也非常爱她 每天都会做她身后那个小鸟一人的女人 直到有一天 她觉得她和董事长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已经好的不能再好了 她就提出和董事长结婚 可董事长却一句话没说 就把她给丢下了 她顿时间觉得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什么事情惹怒了董事长 直到有一天 董事长和她说出了真心话告诉她 我已经有自己的女朋友 虽然我背叛了她 但是我的心里只有她 当这个小员工听到董事长的话时 她顿时间愣住了 她觉得董事长欺骗了她的感情 董事长却跟她说了一句话 你不过是我的玩具而已 你要记住我和你之间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是逢场作戏罢了 好 ��皮 聊 聊 口 吊